好多国家拥有航空母舰的 你比方说美国吧 你和哪个国家可能有点什么摸擦 你就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美国把某某航空母舰开到了某某区域 那么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好多国家 对这个航母的威慑力这么认可呢 咱们得实时就是说 航母的作用实在太大了 航空母舰是什么呢 航空母舰既是一艘弹舰 又是一个空军基地 它是地球上最复杂的机械系统之一 以美国尼米兹级超级航母为例 这艘航母大约有十亿个部件 航母相对于普通舰船来说 是一艘庞然大物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它的长度相当于将 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策放 这艘巨舰从龙骨到维甘 有24层楼高 重量有8万6千吨 相当于2000辆重型卡车的重量 准确说呢 它是以这个舰载机为主要战斗武器 就说这航空母舰上载着很多飞机 这飞机呢 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补给 那么这个航空母舰呢 就是飞机作战的一个海上基地 同时呢 这航空母舰上面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 你比方说这个导弹设备啊 潜艇啊这些 所以它是一个立体化攻击的一个海上基地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可以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我们比方说 对远距离作战 我们的飞机要轰炸 他们去 那么可以不用借助当地的机场 因为战斗机轰炸机 有的时候 它需要快速鼓起弹药啊 燃料啊 你要没有一个机场还不好办 那么你远距离攻击的话 你就得依赖当地的机场 有航空母舰不用了 飞机在上面自由起落 这自己家地盘等于 在海上还能移动 而且随时完成空中步进 所以说航空母舰呢 对于现代战争来说呢 是掀开了革命化的一页 它的作用非常大 对于航空母舰来说 真正背设立来自它的舰载飞机 舰载机的起飞是利用船式完成的 飞行员瞬间承受了无非的重力加速度 而降落则更加危险 飞行甲板上的跑道空间 只有大约150米长 所以每个飞机上都配备了尾钩 降落时将尾钩扣到 四条捕捉绳的任意一根上 就会把飞机拽挺 飞机与甲板接触后 飞行员会把引擎推着 因为让尾钩没能抓住 任何一根捕捉绳 飞机需要有足够的速度再次起飞 然后再飞回来尝试第二次降落 与飞行员相比 甲板上的工作人员也不轻松 根据不同职责 工作人员要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 绿色的负责维护工作 红色的负责装载弹药 紫衣人员负责给飞机加油 黄衣人员负责指挥管理飞行甲板 协助飞机起飞 他们各司其职 确保航母正常运转 有朋友说航空部件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它最早源自于一队七零元 美国有个飞行员 名字叫尤金伊利 它当时在一艘船上 巡航舰这样子 驾驶着飞机起飞了 然后在1911年一月份的时候 它又完成了在另一架巡航舰上降落 所以这一起一落 很多人就琢磨了飞机能以这个为海上作战的基础基地 那咱们要建这么绝对大的一艘团 能载着这么多飞机出去打仗 这一下我们的攻击半径得扩大多少 所以在1918年英国皇家海军建造了一艘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 名字叫白眼巨人号 那么航空母舰真正的在战争当中运用 并且发挥大家想不到的巨大作用 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都知道日本在41年12月份的时候 袭击珍珠港 这样美国对日本宣战 在42整个太平洋海战 其实就是日美主导的航空母舰之间的战斗 当时美国是拥有一百艘航空母舰 因为美国国力当时比较强 源源不断的制造航空母舰 当然它制造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庞大的航空母舰有区别 它没有现在那么大 日本当时有二手航空母舰 那么双方这种对比 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日美海战最终的结果 也在某种程度来说 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海洋领域最后 假如说说是欧洲战场 我们看最终是由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军队组成这种联军 诺曼底登陆 最后打败了希特勒 那么亚洲地区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打败了日本航空母舰 所以当时这种巨无霸之间的战斗非常惨烈 双方甚至可以呢 舰队不互相见面 我的军舰见不到你的军舰 但是我也能把你击沉 借助飞机扩大攻击半价 那么在二战结束之后呢 还有一场战役 让大家一下子见识到了航空母舰的重大战略意义 那就是八十年代初的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 马尔维尼亚斯群岛战役 我们想着马尔维尼亚斯群岛呢 离阿根廷特别近 可是离英国呢 那可以说就不怕海里之外 当时英国呢 就派出了两架航空母舰来作战 这两架航空母舰呢 发挥了巨大多亿 你想想远离自己国 咱们过去兵书战策都讲孤军深入 很忌讳的 但是航空母舰很有效的解决了 尤其是战斗机的这种孤军问题 它有了一个活动的海上基地 所以在那次战役过程当中 英国完胜阿根廷 很多人也看到这个航空母舰 在现代战争过程当时起的巨大作用 它等于一下子呢 使战略舰从海洋上的霸王 退居二线了 航空母舰成为海洋战争的起主导地位 航空母舰在阿根廷和英国的这场战争中大显神威 事实上 早在1944年 它就已经出现锋芒 那就是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战 也是航母战役最经典的历史之一 这场战争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之间 它被称为航母与舰载机的疯狂对决 1944年6月6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命令第58特混舰队向马里亚纳群岛 当日军航母舰队发现美国强大的航母编队时 指挥官小泽并未慌张 他打算先让岛上的守军迎战 之后从外围出击 可是他万没想到 守军的战机早已被美军击毁 岛上的司令摘腾为了面子 竟然没有向他通报这一重要的情况 结果小泽的360多架舰载机仅仅几个小时就损失了近300架 日本舰队的翔赫号与大凤号航母也被击沉 美国士兵后来戏称这次对决为火机射一赛 所以你看 就是战争年代 虽然结束了 和平时期来临了 可是很多国家在发展海军力量的时候 都觉得航空母舰是真正的海量的霸主 它不仅能够捍卫自己近海领海的主权 同时对于远距离作战 对对方的威慑作用 应该说这个力量是相当大的 所以你看记录和平时期 很多国家依然拥有很多航空母舰 咱们中国现在还不能叫完全拥有航空母舰 因为瓦赫号没有进入正式的服役期 现在只是试航 现在世界范围处在服役阶段的航空母舰 总共有20艘 美国是最大部 美国就有11艘航空母舰 剩下的俄罗斯 西班牙 英国 法国 印度 巴西 泰国 这7个国家各拥有一艘航空母舰 意大利拥有两艘 加在一块呢 全球总共二组啊 你像日本和韩国呢 有那种直升飞机可以起降的 那种航空母舰 当然 它不能算得上真正现代艺航空母舰 其实这么多国家都在这上下功夫 因为航母的威力太大了 它体现在什么上呢 航空母舰一般不会单独出动 它出动的时候呢 这航母呢 周围呢 会有一个围绕航空母舰的编队 这里边 水下呢 还有潜艇 潜艇就发射鱼雷什么的 这个航空母舰上边呢 往往能装载几十架战斗机 甚至上百架战斗机 还有的那种啊 导弹 还能进行反潜艇作战 就是整个这个航空母舰编队呢 是一个立体化的战争模式 它兼顾了水底 水面和天空 它通过飞机的这种补给呢 一下子使作战半径扩大了 所以航空母舰在现代军事作战过程当中 这个战略意义是太大的 在这种补给呢 就像我一样的 这种补给呢 是一个温度的 这种补给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